我們來歡迎旅遊部落客Fish老妞 哈囉 妳好 大家新年快樂 老妞說要帶我們去南迴公路對不對 那妳在這個過年期間走了哪些地方呢 我一路從台北吃到台南 一路吃喔 對啊 怎麼個吃法 真的是那種暴風式的狂騷 因為從完全沒有去任何景點 都在補充熱量 就是特別就是去找妳想吃的東西這樣嗎 其實邊走邊看看到什麼吃什麼 所以沒有一個吃的行程規劃表嗎 沒有特殊的行程 只知道我們今天要去台南吃 我們今天要去台中吃 就只有目的地而已 哇真的喔 所以呢 所以有哪幾個地方是原本沒有預期到 然後吃了之後覺得非常驚豔的嗎 還是說妳們這次吃是吃都沒吃過的 呃 絕大部分 百姓那邊90都沒有吃過的 喔真的喔 那妳有沒有特別驚豔的 而且我們是帶著寵物一起去 帶著我們家的狗狗科技 然後 我覺得在台中有一家啊 呃 就是日式料理它是可以寵物友善的 我覺得非常棒 所以妳們帶著狗狗的話 去的一定要是對寵物 就是可以讓寵物進去的嘛 對對對 所以妳們是吃餐廳 欸台南妳是吃小吃還是吃餐廳 都有耶 像台南餐廳的部分可能就是牛肉火鍋 這一定要 喔 牛肉火鍋 對對對 然後小吃的話可能 大家很熟悉應該就是 鍋花街 嗯 那一整條 然後吃到水仙宮那裡 嗯 呃過年期間真的是大排長肉 喔那妳 每一家應該都要排很久才可能吃的到啊 比如說我記得我過年的時候 如果去阿明的話 當然是排兩個半小時吧 兩個半小時 我這一生排最久就是排那個阿明豬行 兩個半小時 阿明我至今沒吃到 因為太多人對不對 對 沒辦法 那真的是蠻好吃的啦 真的 而且妳還是要看一下那個老闆表演他的心算能力 那個其實是飯後的餘性節目 真的 就是吃飽之後他就會 然後在市場沒有人知道他算對不對 但我有聽說過有一些 網友是真的有自己先加好 喔真的 先加好就點很多喔 先加好 加好 加了幾次 確定這個金額之後 老闆來算 真的都沒有錯 驗三過五五 太強了 心算大師 好有機會再請老妞來跟我們說說 她這個吃 我相信妳這個後面應該也會寫 寫出來對不對 跟大家分享 但我們今天的重點是 南回公路 也帶來了非常多美麗的照片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要看著 飛雪老妞 她跟她老公兩個人一路玩 然後拍的美照 來聽他說故事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上YouTube 妳現在搜尋 YouTube上搜尋飛碟聯播網 正在直播的就是生活同樂會 妳可以看著照片 聽他說故事 那如果你光是用聽的 聽眾朋友也沒有關係 我們會盡量的讓妳可以身歷其境的感覺 先來講為什麼今天特別要講南回公路 我覺得 往南走的話 南回公路其實是 它自從改建了之後 通車之後 它其實在 通往屏東到台東 是節省了蠻大的一部分的時間 而且它其實是有高價道路的 所以從上看 往下看海的景色非常的漂亮 像妳們現在 帶來的這張照片就很美 對啊 我覺得它美的是因為 那個火車的顏色 很搭很漂亮 這個是什麼線啊 這個是在台東的多樑車站拍的 好美好漂亮 多樑車站 它旁邊是紅色的圍籬 紅色的鐵軌 對 然後列車其實也是紅橘黃色 橘色 台鐵橘色的顏色 這個應該算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台東的多樑 太魯閣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福庸馬都沒有到這邊的啊 沒有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站 所以它是走 就是走南迴那一段 南迴鐵路嗎 我們走南迴之後 南迴公路到了台東之後 再往上 然後就 這邊算是 它右邊就是太平洋了 對 所以可以看得到很棒的海景 超級無敵美的 所以多樑車站也被很多網友說是 台灣最漂亮的火車站 真的 可是這個 這個雖然這個不是在車站對不對 我們是從車站往下拍 怎麼那麼美喔 非常漂亮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那個列車的顏色也很挑 很大 對不對 因為它並不是灰或銀 對 它這個顏色很挑跟這個 山海 一色 而且重點是天氣也好好 超好 你去的時候天氣都很好 真奇怪 你從來都沒有在雨天的時候出去玩過嘛 你知道我今年 我今年過年前出去一次 過年後出去一次 都是大雨 哈哈哈 不管 我走到南 我根本就雨神同行 就一家子的雨神 去南投也是大雨 真的 然後去花蓮也下雨 就沒有一天是不下雨的 都是要 我們要回來的時候就放晴了 這樣 還好 我們這次是一路往南 是雨在我們後面 追著跑 好 所以以後我們要知道要看那個 老牛行程 好 那幾個地方 南回公路 因為以前 我想想看 我真的是很很少往那個地方走 因為它實在太遠 對 我們住台北來 來說 那大家可以怎麼玩 嗯 我從屏東玩到台東 建議大家走南回 是因為你可以 體驗到你 印象中 跟以往不同的深度的屏東 因為很多人想到屏東 可能去小琉球 直接去墾丁 完全露了中間 其實還有一大段 好山好水 像我這一次去潮州 我就覺得 哦 潮州人真的很潮耶 就是他真的很出乎意料 很潮 真的 像等一下我們介紹一些景點 就會覺得 哇 潮州真是一個 蠻值得 深留一夜在那邊玩耍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先來 因為今天有十個點要介紹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介紹得完 我們就先從第一個開始好了 由你來主導整個 好啊 介紹的過程 你這個介紹是從吃到 還是說你從地點來看 地點的順序 地點的順序 所以現在第一個是 第一個這個 Masariri 它是盧凱族語 它是意思就是美好的意思嘛 那它在 平東的 馬家鄉裡面 嗯 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 山區裡面的部落餐廳 嗯 那它 一個特點就是它超級無敵 難定位 它很美 它很美 它是 山裡面的鐵板燒 很難想像 就是在部落裡面有這種 所以 要到達這個地點 其實沒那麼容易是不是 因為你一定要開車上去對不對 對 一定要開車 就是 那其實他們現在也很厲害 就是有跟包車的業者合作 哦 了解了解 所以我在同一個餐企裡面 遇到的很多客人 他是直接從左營高鐵 包車到屏東山區去吃飯的 為了來吃然後包車去 哇哦 就是坐到左營 高鐵坐到左營 然後坐車坐到山裡面 就吃這個 就為了吃這一頓 馬薩哈蒂 哈蒂 這怎麼唸 馬薩 馬薩利利 馬薩利利 嗯 馬薩利利 它是盧凱族 盧凱族的 超級無敵難定位的部落私處餐廳 請問有多難定位 嗯 像它每個月的10號 就是昨天 開放 昨天開放 下個月的定位 那你現在再回去看那個定位網址 應該什麼都沒有了 哦 OK 就是秒殺 嗯 跟台北 有很多台北的餐廳是這樣啦 但是 以在部落山裡面的餐廳來說 這真的蠻蠻離奇的 對啊 那所以它的特色應該也是 有把這個部落裡面的一些 食材 嗯 來以鐵板燒的方式呈現嗎 對 嗯 部落食材 然後 它也用了很多原住民的料理手法 嗯 然後用鐵板燒的方式呈現之外 它在餐廳裡面 其實我們做的是吧台的 鐵板吧台的虛偽 那在外面戶外的座位 它可以看得到嘛 家鄉 比如說山地山 然後 愛聊溪的風景 所以它其實 它雖然只有賣早上的餐 就是白天的餐期 嗯 一天兩輪 嗯 然後兩輪它就是都 只是只有供應特定的套餐 嗯 那當然你要包場也是可以的 嗯 那主廚就是在現場 我覺得鐵板燒很有趣就是它 比較像一個主廚的秀 嗯 它可以現場 你可以看它表演如何烹調這些食材 然後它也可以跟你聊天解說這些 食材的特色 嗯 這蠻有趣的 好 這是一個在部落裡面的私廚餐廳 再來我們看到的這一間叫做 珊珊來池 對很可愛 名字也很可愛 嗯 欸 它是珊珊嗎 哈哈哈哈 但這個珊珊來池 因為我先看到這個照片 是你啦 是我是我 欸 為什麼你在這裡看起來特別清新啊 哈哈哈哈 這不同人 哈哈哈哈 你這張照片有小清新感耶 是不是 對呀 陽光灑上來整個人都不一樣 你平常還是我覺得你是屬於艷麗型 喔是甚麼 我覺得 可是你這張照片看起來真的超級無敵 小清新耶 這可能就來南部 到南部曬太陽 有減零十歲的效果 好可愛喔 好 珊珊來池 這個珊珊不是一般的珊珊 也不是那個珊珊來池的珊珊 是山裡的山 對 就在哪裡 屏東大武山的山 因為它就是我剛說在潮州裡面一家 蠻特別的 你很難想像在潮州 而且還不是在潮州的市區喔 它真的旁邊就是那種綠色隧道啊 然後旁邊還有宮廟 那它就是一間獨棟的灰白色的 北歐風的咖啡館 所以這個是咖啡館的內裝 對 它一二樓是咖啡館 三樓也是民宿 喔 所以也可以住 這個是民宿裡面的喔 對這是民宿的房間 蠻可愛的 就簡簡單單的 我覺得它那邊很特別是因為 因為老闆夫妻兩個人 是從其他縣市移居到潮州 退休之後移居到潮州了 那他們有一種很可愛的熱情是 他覺得他是把家裡分享給你一起住 喔 其實最早的民宿很多都是這個樣子 對對對 就是說 沒有沒有最早民宿可能是 是是營業用 可是後來有一段時間就是 都市人都想要到這個 比如說宜蘭花蓮台東 來找一個地方 自己弄一個房子 然後後來就覺得 可以把多的部分分享出來給大家 對啊 所以這就是有點來到老闆家裡做客的感覺 他們真的會很用心的招待你 所以剛剛你講的這個私廚 還有這個咖啡民宿都是在潮州 私廚是在馬家鄉 馬家 對馬家鄉 那私廚的話 從屏東市區開車過去大概半小時 屏東市區開半小時 嗯 那山山來遲這邊 山山來遲就是在潮州 潮州 從市區開過去大概十分鐘 十幾分鐘左右 它有在山裡嗎 沒有 它不算在山裡面 嗯 還算是比較方便到的地方 對對對 好再來我們來看的是 梁田池市 梁田池市 嗯 這個哇好美喔 它就是現在很流行 喔又有小清新的女主角出現 對對對 欸真的欸 到了那個南部啊 尤其是國境之南的地方 特別的看起來有簡鈴效果 真的 哈哈 而且放假就是會 看起來比較 氣色比較好 所以這裡是露天野營風餐廳 所以它並不是露營地 對它其實不是一個營地 它沒有辦法提供住宿 對 但它的小包廂都是用帳篷的形式呈現的 所以你看到的這一個一個帳篷喔 大家如果看到真的很可愛 這是餐廳本人嗎 對啊對啊 這是我們的帳篷 坐在裡面吃飯嗎 嗯 這個餐這個帳篷就是屬於我們的 喔 我們的包了一個帳篷在裡面吃東西 喔 那它裡面營訊裡面應該有六七個 這小這樣子的帳篷吧 等一下等一下那怎麼吃啊 老闆怎麼 老闆就一個一帳一帳送東西吃嗎 它其實是比較是自住式的點餐方法 所以你要去櫃台點餐取餐 然後再把你自己的餐點 喔 挪到帳篷裡面 那晚上不能住 不能住宿 雖然說我很想留下來睡覺 欸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經營方式欸 它真的就是for你吃一餐飯 對 那好你這是晚餐嘛對不對 那幾點到幾點 嗯它其實沒有 平日的話我們那時候是沒有限時間的 但假日我想應該會有 因為這個帳篷一定是搶翻天 因為你可以想像這種 這種網美餐廳在台北 應該是會被搶 就排到爆 台北不會有這種 閒置空地 可以讓他們跳奢華 對啊 因為你想想看吃一餐 嗯 還是租你一帳 晚上過一夜 欸拜託你知道我這個 我今年我就是也有去露營地 可是我們是去住露營車 然後我們露營車是住 比較好的露營車 哇賽這個一個晚上 都不便宜啊 驚死人 我等一下私底下跟你說多少錢 真是驚死人 我想知道 驚死人的貴喔 但很舒服啦 我只能說就是那個營地 讓人家覺得很舒服 所以它這個就真的專門for吃飯 那請問餐點本人怎麼樣 呃我們當時只有喝飲料 因為其實在Masariri已經吃太飽了 下山之後就來這裡 所以我們是喝飲料 然後是一點小點心 東西都OK 而且它低銷非常便宜 一個人才150塊 蛤 是不是很扯 真的很扯 那這裡很難抵達嗎 呃不會 它就是在潮州市區邊緣而已 哦 潮州市區快過來頂多五分鐘 哦 很奇妙 它旁邊就是夜市 就是一般的民宅啊 然後走進一條小路 就是 剛剛我們在照片裡面看到的樣子 所以它其實地點也不大 嗯 就是那一區 然後然後可能有個巴掌嗎 對 八掌左右 六七掌左右 然後你就是去吃飯 你不用不盡得要吃你點個飲料 就銷一百五 對 在裡面喝喝飲料 很佛心 天哪 太不可思議了 這個 這個 是一種很很很很奇特的經營方式 對 所以它叫做 涼天即逝 涼天即逝 那假日的話就會有一些市集白攤 哦 就會更熱鬧 所以它白天晚上都有嗎 對它白天晚上都有 那當然是晚上特別有氣氛 對啊 而且就是如果夏天晚上去那邊 嗯 其實涼風吹來 超舒服的 有人說多少錢想知道 就跟你說啊 低效一百五啊 真的是太便宜了 超容易就打標 好 再來我們看看另外一間 屏東也有小京都咖啡館 嗯 來看看的是三瓶咖啡 對 欸 我問你 你是每個地方都待一下 拍兩張照片你就要走嗎 我真的有進去吃東西啊 不是 我說你這個行程也排得太滿了 好 三瓶咖啡 好可愛的地方 欸真的好日式 對啊 一秒到京都 對一秒到京都的感覺 這在哪裡 這也是在屏東潮州 潮州 嗯 潮州果然很潮 甚至是 怎麼有這麼多 這麼多看起來好特別的店 對 就很跳脫我們的想像 對 然後它其實是一間日式平房 嗯 那進去它獨棟 你看它中間會有一個 很日系的小圖園 漂亮漂亮 嗯 然後裡面它賣的都是 嗯 日式的定時便當 嗯 嗯 午餐跟晚餐是需要預約的 嗯 那它一個餐期只會提供兩種選擇 嗯 那其實超 也是非常的滿 嗯 非常的難定位 天啊 欸我問你喔 嗯 你去的時候你覺得這些人 到底都是外地來的 還是當地人 其實很多是當地人欸 真的嗎 我們聽它 我就很愛偷聽路人講話 哈哈哈哈 發現他們聊的就是 在地的詩 哦 所以其實是很多在地人 很多在地人 他們也 很喜歡這種悠閒的生活 嗯 然後 就他們的生活不見得都是小吃 對 對不對 而且它其實價位是偏高的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總覺得這些 比如說像剛剛的那個 私廚餐廳的鐵板燒 嗯 它是無菜單料理 對 它大概客單價 兩千左右 在那裡真的算很貴 很貴 但還是一大堆人包車特地去吃 那這個可能就比較多 是外地來的 外地來的 因為它特別嘛 因為它的 跟一般的鐵板燒不一樣 因為那個料理的內容 都不一樣 對 對但不容易欸 可是我覺得很棒 嗯 我自己很喜歡 我就覺得說 物有所值 其實是你自己的感受 嗯 像這樣的一個地點 你也許你當然不能跟在路邊 擺一張小桌子喝咖啡來相比 對啊 可是它真的很特別 嗯 所以這個是很漂亮的三瓶咖啡 嗯 在潮州 對在潮州 非常漂亮 是日式的小京都咖啡館 沒錯 再來 我們就 達星山號 嗯 我們就要沿著 南迴公路往台東走了 達星山號就是在台東的大五鄉 嗯 那它也是一個排灣族的部落餐廳 剛剛吃過盧凱族的 現在我們要來吃排灣族的 你測錯差異嗎 我吃不出 哈哈哈哈哈哈 只覺得好吃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啦 對啦 真的應該就 對阿 畢竟不是在地 不是從小吃就長大的 哈哈哈哈 好 但好吃對不對 對 好所以他們的 風味餐 那這個餐廳本身 設計的樣子呢 它就比較家常一點 它比較像家常的小館 嗯 我們去譬如說 用餐去洗手間的時候 還會穿過人家客廳的那種 對 所以那它的這個 風味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道 這一道也是蠻特別的 對 它是有蝦跟山豬肉 那 嗯 店員端上來的時候 就很可愛 他就說 主廚今天心情特別好 多給你那些了 哈哈哈哈 就把剩下烤的肉都給我們了 哈哈 真的吃的超飽 欸你知道我這次去花蓮啊 我們有吃那個烤山豬 那我們其實吃烤豬 大家知道就是 其實烤乳豬有一些是 專門在做烤乳豬的那個 車子巡迴車 哦對對對 你知道可以訂 可是我們吃的那個 它是跟一般烤乳豬不一樣 它是真正的山豬 哦 所以它也是一整隻在那邊 然後酋長 當然也不是真的酋長 當然他們會穿著那個衣服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你怎麼分辨山豬跟一般的豬 哦真的 對從頭耳朵跟腳 嗯 跟它的蹄都可以分辨的出來 嗯 然後我也真的發現 因為我有吃過那個 整隻的那種烤乳豬 跟我這次吃第一次 我應該是第一次吃到 或者是我以前吃過 但我不知道是 的那個烤山豬 嗯 烤山豬真的比較好吃 真的嗎 口感不一樣 對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那這個山豬哪來的 他說 就山上打來的啊 哈哈 他就覺得仿佛 我問了一個很白癡的問題 我說哦 好厲害哦 我說那很難打吧 然後他就 然後就 又停了一下就說 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 日常 哈哈哈哈 這就是我們的日常 對 哦非常的好玩 所以這一間是達新山豬 嗯 在台東的大五 對 台東的大五香 但他也是要預約的 對他也是預約制的 然後他每天的菜單 只會寫在他們家的大門口 所以他就是今天有什麼 你就吃什麼 那你就是來了之後 就碰運氣 對這個也是嗎 對這個就是原住民 很有名的阿拜 它有點像 哦 它應該還蠻多人都吃過 它就是有點像 小米肉粽的那種感覺 對 那外面是什麼包啊 嗯 外面就是老葉 哦 然後呢 裡面就是小米 然後中間就是豬肉 哦 嗯 非常的好吃 然後旁邊的小辣椒 真的就是 嗆辣的那種 哦 所以這邊是排灣族的部落風味餐 叫達新鮮 嗯 休息一下帶你回來哦 我們還有其他的好玩的也有 對不對 要繼續請老牛幫我們介紹 今天禮拜五一同去郊遊 我們要穿越南迴公路來看一看 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 今天在現場的是旅遊部落客FISH老牛 哈囉 為了想要讓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 繼續 我們現在要去資本了對不對 對 資本的話你要告訴我們 連麵包店都要預約啊 會不會太扯 就是 現在就是流行一個什麼都要預約的社會 越預約越限量越人強 嗯 你現在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嗎 對 他其實看起來 他真的就在山裡面 嗯 然後他就 這樣經過你其實很容易就錯過了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個民宅 他是個民宅 他連個 沒有什麼醒目的招牌啊 他長的一點都不像麵包店啊 對 他也沒有告訴你他是麵包店 嗯 但他其實就是 你必須要導航才知道 喔原來 你的目的地就是這裡 因為你要事先 最好是提前個兩三天 嗯 先到他的粉絲專頁去預約 訂購 嗯 好所以他叫做 資本山上有家麵包店 對就是他的 直白 他的名字 他的店名就是 他的店名叫做 資本山上有家麵包店 對 那請問他的麵包到底有什麼特別 他的麵包就是 呃標榜他是沒有添加蛋跟奶的 所以是比較原味健康 嗯 那 呃像我現在拿這個是他們 原味的吐司 嗯 但他其實剛烤出來就已經超香 我們就已經迫不及待在門口就開吃了 嗯 真的就是完全可以 你不用抹醬 就已經可以吃到那麥香的原味 嗯 而且是口感是很Q彈的 嗯 呃不能理解 你不會很飽嗎 哈哈 不過不過我剛剛有問他一下 他說他這個今天跟大家講的行程 他們大概走了一個禮拜 對一個禮拜 對因為我以為是在兩天之內 我想說也太飽了一點 應該會吐出來 嗯所以他的麵包就是 講究天然健康 嗯 那確實也很好吃 對 那這個是還有什麼 他另外還有一個 嗯 這剛我們看到是沒有包餡的 就是原味吐司 對 然後他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是 比較特別是老葉的口味 他裡面有加老葉 紅酒葡萄乾跟核桃 嗯 超多料 那老葉可能大家比較熟悉 他就用來包檳榔的 嗯 但其實台東 蠻多原住民是開始用它來烤肉啊 增添風味 像剛剛你看到那個阿伯也是用老葉包 阿伯那邊是用月桃葉 月桃葉 嗯 OK好 所以這是資本山上有家麵包店 要預約 對 也就是說你要打電話去 對我們可以 嗯他有表單可以簽訂購 OK好 再來 這個是全台灣最美的路邊攤 對對 我們要去吃路邊攤 但他長這樣 哦 他在哪個路邊啊 嗯他在台東東河 嗯 台十一線的路邊 嗯 正就在大馬路旁邊 嗯 然後他最有名就是他的早午餐 嗯 嗯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 我在玩 嗯 玩冰箱 對 他的名字是我在玩 dash 玩冰箱 對對對 他是全名 因為你看到他的擺盤 你就會發現 主廚真的就是很有創意 他真的是 有點 雖然說就是把他冰箱的食材 一樣也是他今天有什麼 他就把他端上桌給你吃 所以你看人家多有創意 我們都是我在清 dash 清冰箱 對 你這聽起來你就會覺得 哦這煮出來是噴嗎 哈哈哈哈 人家說欸我在玩 玩冰箱 對 我實際上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很想訂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告訴大家取名很重要 對 所以這個是 就是取名很重要 擺盤也很重要 對啊 右邊是他的早午餐 哦很豐盛 左邊是冰嗎 對左邊是他的石頭碗冰 哦 那也都是用在地的新鮮水果蔬菜 哦 然後 有時候就會有 看當天有什麼 就是他是跟小農合做的 哦 所以很多野菜其實是台北 我們比較少吃到的 耶 是在地的東西 好棒哦 嗯然後 你剛剛說這在哪 這在東河 台東的東河 台十一線上 哦 台十一線上 對 所以他剛剛那個路邊攤的 你剛剛前面那張照片 他就那一張桌子嗎 嗯 他其實還有一個 我們現在做的那個長桌 是他現在這張照片的對面 哦 他其實就是在一個三角路口 哦 嗯然後就有一個攤位 然後旁邊有兩張桌子 那他面對的是路啊 他面對就是大馬路 大馬路 好很特別的 對 我在我在玩玩冰箱 也是要預約 在最美路邊攤 全部都要預約 對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 你剛剛 你就把你剛剛聽到的 這些店名寫下來 然後上網去查 因為他全部都要預約 嗯 好那再來我們就開始玩 接下來這三個地方哦 一個是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嗯 這是一個好山好水好走的 健行小徑 太棒了 我們就需要這種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先 因為帶小孩出去 我們都會去找哪裡哦 好走的健行步道 這裡很好走 這裡很好走嗎 來看一下這邊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它其實是可以走到 它有一個大瀑布 那大瀑布現在 因為現在瀑布平台在整修 所以大概是公告 預計是到三月中 就下個月中旬會完成 那我們現在可以走的部分呢 就是山間的小徑 我覺得它很棒 就是它有一個大草坪可以奔跑 嗯 哎好棒耶 這裡跟人看起來好美哦 可以放電 對啊很漂亮 但它不大嗎 它其實蠻大的 嗯 如果你走完全程的話 你在那邊花個半天應該是OK 就是可以在那邊玩到半天 嗯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對而且它的位置 剛好就是在南迴公路上 所以其實是很順路的 不需要特別開到很山裡面 不用不用 太棒了 嗯 再來資本老爺酒店 那這個當然就是台東很有名的 經典款 對 五星溫泉酒店 我們現在看它 因為它大概是三十年左右的飯店嘛 所以我們現在看它的泳池 都覺得有一種復古畫爆的感覺 真的是蠻老的 哈哈哈哈 很酷 就已經 很小時候的感覺 你幹嘛不要翻修一下 哈哈 這個跟五星飯店的那個 給人家的那種 現在目前的印象有點搭不上 對我們就覺得 哇很久沒看到這種風格 我上一次去資本老爺 有可能是二十五還是三十年前的事 對啊 早就沒有去 因為很久沒去台東了 台東實在是一個 遠的要命王國 哈哈 但真的很值得去 遠的要命啊 真的是遠的要命王國 你看我都到了花蓮 我已經覺得這是我的極限了 哈哈 哈哈 好現在看到這個是 溫泉煮蛋DIY 對 因為在 資本老爺裡面 它除了可以泡糖 那它煮溫泉蛋 我覺得是在山裡面 一件滿療癒的事情 尤其是秋冬的時候 嗯 然後它裡面 你就可以自己買食材 在現場就有販售 哦 那你就可以依照它的指示 比如說你就知道蛋要煮多久 玉米啊什麼的 就滿好玩的 我覺得帶小朋友是滿適合 這個 欸可是資本老爺應該是 你要是住客才能夠進去使用這些吧 呃你可以單純泡湯 單純泡湯 對對對然後也也許 maybe也可以煮蛋 對對對 因為像這個蛋的話 它就是一個公共區域 嗯 那你可以自己買食材 所以如果你只是泡湯的客人 也是可以使用這些 而且聽說 欸不是聽說啦 一般的這種五星級飯店 它它都還有下午茶時間嘛 你也是可以吃下午茶的 對啊 好再來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南迴藝術節 嗯 藝術季 南迴藝術季的話 其實是期間限定的地景藝術 那它 它是幾月 嗯像去年的話去年11月結束的 那剛好我們就在最後兩天到達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有巨人的造景 那它是跟很多就是台灣以及海外的藝術家合作 嗯 在南迴這條路上面 它你可以看到它大概有14個 嗯 每年的數量不一定 那我們看到左邊這個是通往天堂的接體 嗯 它就是一個階梯的概念造景 然後右邊這是叫做補補 它就是 嗯 用 嗯 原住民捕撈這些 嗯 魚類的這個造景來做 嗯 對它其實 是一個可以親近 嗯 可以很 你可以很親近它 然後跟它互動的一個地景藝術 這些造景就是在那邊的藝術以後 然後你都可以在那裡拍照嘛 對對對 欸我今年去花蓮的時候 我有到達一個海邊喔 那我覺得那個感覺真的是不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那邊就是有很多那個沙灘車業者 哦 他們會那個沙灘車業者會帶著沙灘車馬車隊啊 你去你去付錢給他 他就會在那個沙灘上跑來跑去 然後他們就自己在那邊有搭一些這個小階梯 什麼可以拍照 就類似像這樣子 嗯 然後他 哦我知道你說的那個 對 你去那邊拍照 然後他還會說你有搭 你有我們的 你是我們的這個沙灘車團嗎 嗯嗯 你這樣子你不能使用 我在想說你這個擺在這裡是 嗯嗯 他說對著我們設的 對 就是那種感覺是不太好 對喔 我覺得就是 大自然的藝術是 共享的 你在這裡設有人跟你收費嗎 啊你現在是 我們經過去拍照 你還要在那邊跟我蘿莉巴說 就不會鬆 非常謝謝 老妞謝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